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創作動機語裡面是經由電影十二頁還有新聞的資訊 讓我們發現到動物安樂死在限定社會上是個很嚴重可是卻會被忽視的議題 我們之所以會採用電影十二頁 是因為動物在收容所裡面十二天之內沒有被營養 最後可能會被安樂死 所以我們將這個議題做為我們的目的 以營養代替購買作為主軸 希望藉著這款遊戲能夠讓玩家知道動物保護的重要性 在我們確定選用動物保護和安樂死的議題之後 我們去查了很多的資料 發現現今社會對於安樂死的議題是非常重視的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也了解了營養動物的流程 還有對待寵物需要的態度及責任心 因為我們的桌遊是卡牌遊戲 所以我們去參考了很多桌遊的卡牌 然後在跟老師討論過後 修改了很多次之後 我們終於設計出了一款簡單 鮮明又好看的卡片 作為我們桌遊最經營的地方 然後因為在製作過程中 我們需要用到很多軟體 那在製作完了之後 我們對於軟體的熟悉度也在更上了一層 然後就是包括鋼筆、筆刷、甚至是排版這方面 我們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製作過程中跟組員的相處 我們也學習了很多 包括溝通、分工等等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因為在包裝的方面 我們也實地去了桌遊店 去參訪他們的桌遊 去了解他們的遊戲規則內容 卡牌內容、物件、還有收納方式等等 作為我們桌遊的最大參考 我們遊戲所使用的媒材 是以手繪的方式來進行 我們的草稿是用手繪先畫 畫完之後再用掃描的方式 掃進電腦裡面 再用電繪的方式去呈現我們動物的最重要樣貌 也就是我們的卡片 然後我們的卡片在電腦繪圖完成之後 還有用向量的軟體去處理過 然後在處理完卡片的部分之後 還有包括卡背 然後之後就是用 就是來著手進行地圖的部分 我們地圖的部分是 也是以電繪的方式去完成的 然後完成完之後 我們參考了八分鐘 帝國裡面地圖的收納方式 這樣我們的地圖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去進行收納 然後才可以達到出比較好的收納效果 然後我們地圖採用的紙張是 測試了非常多的紙張之後 才決定使用奶瓶紙 因為它的厚度比較夠 也比一般的紙還要好收納 這組同學他們以電影十二頁為主軸 發展出了以動物領養的方式的桌遊 那他們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透過道具卡牌的收集 去針對他們所需要領養的動物 去收集到不同形式的卡牌 由這種遊戲的方式來認識說 你所需要領養的動物 它有哪些特性 包含它的習性等等 那他們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也透過團隊的合作 那也透過遊戲的修改 因為前幾次他們的遊戲 還沒有辦法發展到很完整 那他們藉由一次又一次的修改 反覆修改之後 把他們的遊戲發展到比較完整的情況 那我是覺得他們這一組 是有把他們的特點 包含領養動物的習性這些 做得很完整 而這一組同學呢 其實對動物保護的這個議題呢 有長期的關注 所以他們在選議題的時候 選擇這個主題我並不意外 但其實他們在選擇這個遊戲呢 他們就把飼養寵物需要的一些責任 愛心把它融入到遊戲規則裡面 然後提供遊戲更多的意義成長 然後如果玩家可以經由這個遊戲 然後學習到尊重生命 還有生命不能從來的意義的話呢 那這個就是他們可以發揮他們所學 跟愛心結合在一起的一個課題 有些個人 那就好 謝謝